欢迎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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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良市长跟幕僚在市府大厅迎接蔡适应委员来访 两人一起走进市长室并且握手制衣 而这也是两人在选后首次的会面 严商基隆交通议题气氛相当而融洽 特别谢谢我们蔡委员今天能够跟国良一起来讨论一些交通的议题 但因为国良很想要争取这个基隆到南港的台阶直达车 那因为我们选区的唯一委员就是蔡适应蔡委员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跟大家报告 也请同处长跟他分析一下我们想做的事 另外蔡委员也长期在关心9026 而且这几天都很积极在协调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以外也想要跟他讨论一下 这个市府跟交通处这个路线的了解 那我们是期盼两个办公室能够共同来解决这些通勤族的问题 刚刚很谢谢大家今天早上都来关心 那我刚刚也当面请托了蔡委员有关于这个 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针对9026我们也了解蔡委员办公室有花很多时间协调 那我们也很感谢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那因为他会议比较急 所以他有说一下跟大家打声招 他先赶到下个会议 那我现在想说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很感谢蔡委员这段时间对于这个客运路线的协调 那我也邀请他 因为这个基隆南港直达车这个事情我是相当的重视 我们请我们同事拿那个背板过来一下 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基隆南港直达车 它大概是一个直达的概念 那我大概在10年前担任立委的时候 曾经争取过两班的直达车 第一班呢就是大概基隆到南港也是直达 那这个部分耗时是23分钟 那我们目前未来也是要争取我们希望在8点的整点左右 也能够争取到一般这样子的这个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那另外大概是在7点34过去 我们所争取到的这个基隆到八堵 然后到台北站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我过去争取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基隆 可以大概在8点左右 这是每天是有整点的概念 那具体起站的时间 我们希望还是这个跟台铁能够继续来争取协调 那也会由交通处王俊宏处长 来负责这个专案的一个窗口 那我是希望基隆到南港之间有一个直达车 那这个就有点像上班专车一个这样子的味道 上班专车 就是8点准时开动 然后大概8点23 这个能够到达 那我跟各位媒体报告 这个是我们跟交通处所规划 理想上想要争取的班车 不是已经定案的了 所以跟大家讲 不是已经定案的了 跟检讨人力一样 不是已经定案了 就是8点出门出发 然后我们希望8点23 可以到南港站之后 大家可以去转程 那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很想争取 那我们过去 其实曾经也争取过了 这时间比较久远了 那那个时候的南港站 这个其实跟现在南港站的地位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争取到这一班 相信对于大台北地区转程的 基隆通勤组 我觉得一定会有 蛮具体的一个帮助这样子 那另外基隆有八堵 然后直接到台北站的 已经都已经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 这个蔡委员的协助 他也允诺会帮忙 那我们下礼拜我也会去拜访两个党团 首先要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那另外我有请我们的邱贝林副市长 帮忙联系民众党党团 尤其是邱成元总召 他也是基隆人 相当关心基隆通勤的问题 我这几天也有电话给邱成元总召 跟他报告说我希望来民众党党团跟他请议跟请托有关于台铁直达车的问题 那他也允诺下周会碰面 所以下周我会跟邱贝林副市长一同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及民众党的党团来谈有关于台铁 基隆南港直达车的问题 好那以上是我们这几天对于这个基隆南港台铁直达车的一个报告 另外呢 他也将选举期间攻防的金星案等民事诉讼案件都撤销告诉 希望能够营造和谐气氛一起在民生跟交通议题方面共同来为民众谋福利 民主选举就是这样嘛 这个一定会有一些激烈的竞争过程 那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能够尽量在竞选过程这种有一些肢结的一些问题 尽量在选后大家都能够这个化干戈为玉博 然后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对基隆的市政跟民众的权益 大家一起努力 那这一点我也很感谢蔡适应委员 我们刚刚谈论到几个问题 他也特别跟我谈到了这个基隆捷运 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那我也非常感谢他的提醒 那他也有特别跟我说 只要有一些跟中央争取的一个案子 是基隆相关的 他都可以来协助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模式是相当的契合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他 那当然就像您讲的 如果选完了嘛 大家就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为了基隆市民众的权益 我想这应该是基隆市民不分蓝绿 希望看到大家来共同努力合作的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